兽丰香丰山社区发展协会为了推广社区长辈绿色照顾 获得农粮署补助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经费 新建一座广达600坪 也是花莲第一座不弯腰的温室智慧农场 协会表示说不弯腰农场就是希望可以让高龄长辈 或者是乘坐轮椅拿拐杖 身体不方便的社区伙伴可以来这里体验 兽丰香丰山社区发展协会为了让社区长者重拾农耕之乐 特别带领他们到不弯腰农场 让高龄长辈或者乘坐轮椅拿拐杖等行动不便的社区伙伴们 都能来这里体验 那我们不弯腰农场就是搭配了现在政府在推设绿色照顾 绿色照顾就是要请这些老人家来一同参与这些不一样 就是农业活动 那像我们在不弯腰农场呢 我们就将我们的种植离地 我们使用离地栽培 离地大约60公分 来让这些老人家人来我们这边参与我们种植的活动 鼓励他们多人走出我们的户外 然后一起参与我们这些不一样的活动 不会让他们在家里来无聊没有事做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要离地栽种呢 就是因为这些老人家可能 行动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 然后可能脊椎啊 偶尔有一些人甚至有开过刀了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让他们来这边从事以前的这些体验 然后能够让他们生活更多样性更丰富一点 在温室农场内采收离地栽植 以推叠三层的篮具 里面盛装着泥土 不用弯腰可以种菜 也可以依照身高方便度来进行调整 农场成立的目的就是从事绿色照顾 让风山社区的长辈能够更开心 也欢迎各地的民众来参访体验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